去年的10月 客委会在花莲成立了 幸福台九县专案办公室后 吉安乡公所就积极的争取经费 以打造缤分吉安理念为主轴 将浩克艺术村活化 也让幸福台九地景特展首站 是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正式的街牌展出 这也是近年来 花莲县最大规模的客家文化展 民众不妨前往浩克艺术村 来了解客家鲜民 如何在东台湾开拓出一片田地 在参与来宾的街牌下 花莲县近年来最大规模的 客家文化展13号 是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正式的展出 吉安乡公所为了推动客家文化 活络地方文化以及产业活动 积极地向中央争取 浩克艺术村生活馆活化经费 配合客委会客庄369计划 让幸福台九县地景特展首站 来到吉安乡展出 这次我们的展规模特别把我们的古文物 甚至于是我们玉璃协天公退审的艺名也也都请到我们的这个客家馆来 客家馆未来每一季有不同的精彩来呈现给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相信让我们用怀骨欣赏跟分享的心情 来让我们成就起现在为我们遵思过去毕露难理 一步一脚印刻苦刻茧的这样的一个客家历史文物 客委会委员叶仁基在参访展馆中 发现家族老照片也在现场展出 他大方在现场进行解说分享 除了文字图片之外 更借得珍贵文物搭配展出 而乡亲不妨前往浩克艺术村 了解客家鲜民如何在东台湾开拓出一片天地 也别忘了记得要填写问卷 还可以获得惊喜的小礼物 记者刘明胜 吉安相报道